实际上就等于说是 从事一些特定项目的基础建设项目 那就是等于说 等于就是国家从事基建 那这个当然对经济是有刺激作用的 虽然这个数位不是跟以前的这种 投在基建的项目不是那么大 可是这也是一兆人民币的 到他这个项目都非常清楚 他都是有指定用途的 要两年之内把这个一兆花完 那第一个你看他这个 这个灾后重建 他叫津津剂为重点的 华北地区灾后重建 我们记得大概几个月前 大陆津津剂水灾非常严重 造成了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 他这个恢复的 这都是公共工程 另外一个的话 就海河松花江流域 北方地区的 他都指定的骨干防洪治理工程 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基础建设 那第一个自然灾害应急防洪工程 那也就是巨型灾害的 他这种应急工程 还有重点防洪工程 他有提供出来 对不对 包括水文基础建设 小型水库 然后海提治理都包括了 然后还有什么灌溉期重点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所以基本上 这就是说 就是基础建设工程 来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 那也是等于的带动地方的经济 相关的产业的发展 等于说这个钱 等于就一种算是一种赤字预算的方式 只是不是在预算里面用赤字 而是直接用国家债务的方式 把钱拿出来 手上的钱 用借贷的方式把它花掉 所以我认为就是基本上还是刺激经济 当然也有它实际的需要 因为去年的那个 今年早些时候那场大的洪涝 事实上对地方的经济 对整个的这个 很多这些生命财产的损失 也需要重建的经费 所以我认为是一举两得 好那当然这个习近平 我们看到他这个行程 因为他上任之后从来没有去过 那这次特别去看 韩兵你觉得呢 这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 北京手上目前还握有 这个三兆美元的外汇存体 我们的蔡委员就一直呼吁 这个北京要赶快卖嘛 确实一直在卖啦 但是目前手上大概还有六七千亿左右 因为老实讲 当然北京也知道如果 因为美债看起来这些东西 并不是很妥当 所以如果能够卖 当然是今年要卖 可是问题是 他不能卖之后 然后就放在那边不动 他要找别的标的投资 那目前是认为说 比较有可能会增加他的黄金储备 因为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 一直都在买黄金 就是这样只要有机会就买一点 有机会买一点 他陆陆续去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 那增加黄金储备 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大陆自己 本身也有好处就是 他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可能会越演越烈 他如果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 对他自己的经济 稳定度会比较高 可是他也不能一下子买太多 因为买太多 你一下子大量购买的话 那黄金的价钱会波动 对他自己也未必有利 所以他就是慢慢的一路这样走向 但是我觉得就是习近平 这次特别到人行去访问 因为你看习近平每一次 他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去做 去这个地方访问一下 对啊 是他去每个地方 其实都有意义的 接下来都会有什么政策的出台 是等等 所以很显然就是 他认为人行未来将在 中国大陆整个经济发展 还有跟美国之间贸易战之后 扮演非常关键的 而且是十年来第一次去 对 其实你看他上任这么久 以前都没去 就是这次去 那这次去表示 我觉得未来至少这两三年之内 恐怕人行在中间扮演的角色 会非常重大 所以习近平就是一方面去 看一下你们现在状况如何 第二个就是等于当面 就是告诉你们任务的兼具 跟重要性 那你们要全力抓紧好好掌握 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现在是知道 因为知道美国是个难缠的敌人 所以他是全面性的 他现在不管考虑到什么东西 都会先考虑到美国会被干预 美国未来会做什么作为 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应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整体性的作战 那习近平大概要把所有的面向 全部都兼顾到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举动 对 讲到风高浪急 这个惊涛害浪 我想不只是军事 外交各方面 包括金融上也是 所以习近平我们看到十年来 第一次去这个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好 另外我想先谈一下日本 我让张将军谈 我觉得这个还蛮惊悚的 这个日本的核污水 不是排放了两次吗 那大陆目前已经禁掉了 日本的所有水产品 俄罗斯也跟进 确实对俄罗斯的 对日本的水产农夫 各方面打击也很大 不只水产品 包括农产打击也很大 对不对 因为这个海里的水会蒸发 变成雨水降下来 花卉这个农产品吃到肚子里 都会有所影响 但是10月25号上午这一天 早上11点10分 处理浮导第一次 核电厂核污水中的 放射物质的时候 水管意外脱落 当时五位工作人员碰到了 建到了这个核污水 我看到这个量是100毫升 其实也不算是很多 100毫升 这五个人注意 口罩都戴好好 防护衣全身穿好好 然后碰到了核污水 这个防护衣一定是防水的吧 一定嘛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防护衣 而且就知道要接触这个核污水 所以它一定是穿得好好的 但是戴了口罩 穿了防护衣 后来呢 五个人碰到之后 就赶快进行身体检查 而且先处理 把它清掉等等 处理完 清理完 再去检测 两个人的身体上的辐射量呢 一直超标 没有降到安全底下 所以呢 这两个人要到医疗机构 进行进一步的诊疗 今天这个讯息 说实话 在台湾的媒体当中 几乎都看不到细节 那这是在陆媒 因为陆媒很在乎这个事情 大陆民众对于这个核污水的反应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看到这个细节之后 我也是惊呆了 因为当然了 你说有时候处理的时候 什么水管掉落 碰到难免之事 但是第一个不是这个核污水 是安全的吗 对不对 排到海里面 安全经过稀释 但是人碰到 而且量也不多 100毫升 它是水管脱落建掉 而且最让我惊呆的是 全身防护衣是穿好的 五个人碰到 当场处理 当场清掉 两个人还是超标 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核污水 还是它的浓度还蛮高的 如果浓度 对 因为你穿防护衣 如果碰到了这个核污水 有防护衣 它具有防护的作用 但是局部防护 并没有全部防护 那还是 对 它就造成 它的身体表面的核辐射量 超过标准 我想它这个超过标准 不至于造成人员的这种 这种进一步的伤害 可能也不会立即性 很多污染都是什么 很久以后 你可能得了什么癌症 但是有时候也会难以证明 中间的关系 但它立即性 你就会发现 它虽然那个防护衣 我不知道 我的想象当中 应该就是一定防水 防水应该是基本款吧 对不对 因为它是去处理核污水 所以全身它都穿了 但是碰到过 五个人碰到 三个人OK 因为他们碰到之后 立刻处理 处理完才去验 处理完才去验 那三个人OK 两个人不OK 那有种可能 就是说这两个人可能 是不是防护衣没有穿好 或说处理的过程不够仔细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 核污水真的有毒 毒成这样 它在第一时间 没有拿那个清水 把它整个清掉 可能清得不够彻底 对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核生化 我们以前的时候 在当学生时代 还要进到毒气室 然后放那个毒气 放毒气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的那个 毛细孔会呼吸 对 你就算是 是那个毒气的 你有穿一些戴防毒面具 但是全身会刺痛 因为你的毛细孔在呼吸 你的呼吸系统是OK的 因为有防毒面具的作用 但是你的皮肤没有办法 那它这个全身穿的防腐衣是一般的化学生化防腐衣还是核能的防腐衣 这个我认为它这个就值得来考量 那如果是核生化的防腐衣 生化的防腐衣跟核能的防腐衣又不一样 但因为这五个人知道自己是要去处理核污水 所以穿着的应该是能够应对核污水的专业装备嘛 对 但是它局部防腐 变成它局部防腐 碰到了 局部防腐之后又没在第一时间把它冲水冲掉 冲掉之后自己沾染 沾染到一些 只是说没有造成一种比较进一步的伤害 只是说可能剂量过高 因为我们知道核服势它有半衰期 那半衰期随着时间越久 它这个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311海啸已经10年了嘛 那10年的话它整个半衰期它已经下来了 并没有到达对人体的伤害的 没有原来的在第一时间的那个核放射线来的高 对 但只是这样的东西要排到大海 大海是这个人类共同的资源 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觉得很不能够接受 所以韩兵你补充一下 你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心里的主观感受是什么 不是 我心里在想 你不是告诉我这是安全的吗 安全的你怕什么 照理来讲你们的人不应该要穿什么核辐射防护衣 你应该直接去倒就好了 它是干净的啊 不是 你们日本官员不是之前告诉我们它可以核吗 那你们怕什么 干嘛穿什么防护衣 而且你说我刚听你讲我吓一大跳 100毫升 100毫升多了你知道就这么多 是啊 一点点啊 100毫升 就这么一点点你在紧张什么 所以可见得这跟日本人跟我们讲的跟我们不一样 这玩意读得要命嘛 不是这样吗 这么一点点你就吓成这个样子 就表示它非常毒 可是日本每一次它每隔两三个月要排进去的 是远超过这个数量 那请问一下鱼有穿防护衣吗 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你人穿防护衣都这么怕 那些鱼什么都没穿 你为什么觉得鱼弄的不会有事 海水头为什么不会出事 奇怪了我不知道这什么逻辑我真的搞不太懂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只不过是一下啪一下水沾到一下而已 到现在辐射量都还去除不掉 所以原来辐射量多高 其实我必须讲因为就是它这个核电厂里头到现在 到现在里头还不断的会产生新的核污水出来 所以它的核辐射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向外辐射当中 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日本人所说的这么简单 我就请大家用一个基本的理解 如果日本所宣称的核除离水 他们坚持不肯要核污染水 他们都要核除离水 这个核除离水像他们所宣称的这么干净 他们何必那么紧张 就基本上了不起就跟那个台电影一样戴个安全帽 戴个工程帽上去就要水龙头打开 见到见到就见到它是干净的 我本来以为他应该要到那边去把水龙头打开 当场喝一杯表演给我们看 结果没想到你们自己怕了个要死 所以你自己都怕成这样 然后结果你告诉我排到大海去安全了 鬼才会相信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想保好 中国说给了 發叨 最后期订阅 很多 Promotion 光芝和创题 不同剐 何を深 UT 育成 使用 例如